有关设计不少 那么有关设计不少 这个梦境 这个感应 在古代日本法团上年的时代也有 那个时代有一个出家人 叫做维莲坊 他也是对公民变造 十方式这些人说设计不少 这个教理呢 这个内涵呢 有所不明白 也想亲自希望佛来跟他开示 所以呢 他就到一个寺院去 在那个寺院闭关七天 七天当中都练佛 从早到晚都赚意练 那么阿弥陀佛 希望这样来祈求 阿弥陀佛为他开示 可是第一天过去了 阿弥陀佛并没有在梦中显示 第二天也没有消息 第三天也一样无影无踪 可是到了第七天的晚上 他做了一个梦 他梦到他在佛堂念佛 佛堂的本尊的阿弥陀佛 从佛堂上走下来到他的旁边 突然间伸手把他的手腕抓住 让他能不防有这样一个动作 被吓到了想要立刻逃跑 可是一点都逃不开 因为手腕被抓住了 所谓摄取不舍就是阿弥陀佛的手 把我们的手腕抓住 让我们逃不掉 这个叫做摄取不舍 那当然以中文来看的话 这个摄就提手扒 然后旁边就是三个耳朵 小小的耳朵 那表示阿弥陀佛救度我们很简单 他伸出三个佛手指头 就可以把我们一捏 就捏到极乐世界去了 是